咱们看这个赌神里头最后高进 跟那大盘派之间斗 在公海上面 一下子搞的就跟一些武侠传奇啊 或者探险片那种感觉 就加入了这种创意元素 好厉害 赌王就是赌王 四张皮蛋全给你拿到了 不过你还是走没运 而且在公海上赌博呢 在豪华邮轮上赌博呢 这个是王精根据真实的事改变的 就当初在澳门呢 有个赌王 现在名气很大 大家都知道何鸿燊赌王 当时跟何鸿燊竞争的有个对头 叫叶汉 两个人在竞争开赌场的各种办法 这叶汉没干过何鸿燊 最后叶汉想说 在澳门在陆地上我干不过你 我干脆到海上去吧 就包一些豪华邮轮 把它开到公海上就赌了 说公海这赌博可以不受约终 是不上税 但公海赌博不上税是不上税 他也不受法律保护 因为公海没有哪个是哪个国家领土 任何一个国家法律都不会保护你 所以有关这个 在公海上赌博这事呢 还有一部片子是刘德华主演的 叫赌城风云之新歌传奇 好像这么部片子 刘德华主演的 这个片子呢 就是根据这个叶汉神圣的真事改变的 王杰宏把这个创意拿过来 最后塑造在公海上赌博的大场面 这个创意很卸人 当然这里头呢也有个误区啊 给大家扫着忙 就这个赌神片子里呢 那个大盘派说 我觉得你这招借刀杀人的计划是百名也数 这里是公海啊 你也一样不可以乱来 只有这艘船所注册的国家 他们才可以逮捕我 是不受法律制裁的 这个不对 你看你这个赌博行为在公海上 不受法律保护啊 但是呢 不等于你杀人法律不制裁你 就说你在公海上 你想要杀了人的话 这个地方是没有哪个国家法律管 但问题是呢 你这个人是有国籍的 要么你是杀人的人 要么你是被害的人 任何一个地方 你这国籍所在地的政府 都可以依照当地的法律来处罚你 所以说在公海上犯罪啊 是不受法律惩处的 这是一个误解 所以这一点得跟大伙说清楚 那么在公海上赌博这个套路呢 在亡情之后很多人都模仿 弄大游轮干什么的 一点点不信心了